首富鄉民代表會考察各項的鄉建設 之後各代表也給鄉公所多項建議 主席鄭美鄉以及代表們表示 會為鄉里做最好的監督 讓一切做到最好 那我們公起150天 3月份開始廣概 應該大概7、8月 但是廠商如果教師應該會提早 考察豐山村山邊路改善工程 該道路的改善工程長約4.5公里1300多萬元 希望進行道路改善之後 能夠讓自行車愛好者有更完善的運動空間 現在正在施工的整個規劃是 由鄉公所提報一個計畫到花東基金 所以花東基金的部分合定了1875萬 那我們代表會基於關心地方的整個建設 我們會同公所執行單位 也就是建設課課長還有我們代表會 一起來現場會看了解一下整個施作的情況 那這條路未來的規劃 也就是要讓我們鄉內或者是我們縣內 愛好自行車的人能夠行駛這個路線 因為這個路線長達4.5公里 所以沿路這裏有有的一些樹林 還有在樹府一帶有這個櫻花可以去欣賞 所以收封鄉這個點也算是蠻重要的一個點 所以地方政府也蠻重視 尤其是我們地方的民意機構 也蠻重視這條路的一個規劃跟養護 所以這一次我們來會看 也就是為了要求這個整個的一個施工的品質 港山工程有池南村部級街產業道路破損 智學村中山路畫舍紅線 越梅路三段AC路面鋪設工程等等 在代表會馬崎山、龔志冠、林辰元、張玉妹的考察行程中給予建議 記者林杰收封鄉採訪報道